最初他們利用這個口號 說和理非很聰明 部署得很聰明 我感覺整件事是部署的 一定有人部署很久 你看整件事 現在已經兩個多月 無論在組織方面 文宣方面 在所謂的設備方面 不是一般學生做得到的 這些一定有人處心積累去做 我不知道是誰的 你的裝備比警察更完美 除了沒有真槍之外 你又會做炸彈 又會做燃燒彈 那怎會是一個偶然呢 每天都在加重壓力 我聽到很多朋友要懂抗憂衛藥 又要離開香港 很多不利的團隊出來 唯一最後的底線就是法治 法治由誰去保持呢 就是由警隊 所以我不斷支持警隊就是這件事 你不支持警隊 那法治會崩潰 大家一齊沒有警察 大家鬥亂的話 不一定是他們的利益 但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崩潰 你只能夠支持警隊 保持法治的基石 因為香港的繁榮和香港的成功 在世界上 大家之前未有這件事 大家都很讚揚香港的地方安全 和我們警察的能力 所以分分鐘是要行二四一 這條緊急例的 大家不想去到那麼準 我就希望這件事當然是淡化下去 但是你再惡劣 暴力再升級 你就要想辦法去對付 我們香港的警察是非常非常克制的 雖然他們寫到又變黑警又暴警又什麼警 槍都不多開槍 向人來說 在美國開了二十次 我們世界排行十六 說民主自由 如果警察克制 我可能排行頭三位 除了沒有警察的地方 美國警察開幾十次槍 當然我們香港也有很多自己的問題 例如房屋 年輕人覺得看不到他的希望 地價太貴 諸如此類的東西 根本就不是這條例 你將職願 你那五大訴求 第一條已經說了 撤回已經撤回 那些是口舌之爭 壽終稱診 其實結果撤回十倍 如果計算 你只是找個理由去動特首 那四條 你又做了暴徒 那你是暴徒 你就要給法律去承諸法 即我現在打破了別人的東西 你跟著說什麼 不好意思 你打破得真是漂亮 不是吧 這個不是世界 那是世界大來的 對吧 那是世界大來的 那是世界大來的 你終於是世界大來的 你應該要到課 麻煩了